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心动影 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诊言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要继续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一些现象 而不是只有看到热闹的门道 我们也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台湾的能源政策一直来 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争议 那包括可能我们过去跟他谈到的 包括光电或者是核电 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在台湾还有另外一种能源的政策 也引起了很多的这种议论 就是封电 那还记得在很多年之前 曾经有这个在苗栗院里的这个非常大规模的抗争 那不过其实这个封电的积聚在台湾的很多地方 特别是在沿海地带 其实也设立的非常非常多 那争议也很多 所以前一阵子在彰化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争议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 那在节目里头跟我们邀请的是彰化环保联盟的主任吴慧君 慧君你好 大家好 我是彰化环保联盟的主任吴慧君 谢谢慧君来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这个 最近的一些有关于在封电的争议 特别是发生在彰化这个地方 那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 知道这个封电要在彰化进驻 那这个我看到一个数字让我有点惊讶 就是累积起来大概有50只的封机 那这个彰化这个地方有办法累积50只的封机吗 特别是这个方院这个地方 能够去盖这种所谓的开发这种封电吗 方院能够去容纳这么多的封机吗 其实我昨天又在做一个整理 其实真的我这样算起来可能超过70只 超过70只 对因为我发现有些是像我们是 如果是需要进入还评 我们才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但是有些封机它其实不需要还评 那它就当然它在地方可能开说明会 如果我们没有被通知 我们其实不知道的 然后也有发现有大概有一两场 可能是我们没有很清楚可以掌握的 但我这样看起来基本上是超过70只 非常的夸张 那大家可以知道方院其实分两个地方 一个部分是沿海 我们方院的沿海有全台最宽广 然后生物量最高的这个潮间带 那在潮间带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 牡蛆养殖的这个行为 也是牡蛆的非常重要的产地 然后在沿海的部分 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养殖专业区 汉堡 王宫 永兴 它主要是养殖文革 还有养显 然后再来内陆的部分 其实彰化县是 畜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那尤其在方院箱这里 是2023年的统计 方院箱的鸡蛋的产量就占全国的数量 将近40几% 非常的高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吃到的鸡蛋 有两颗有一颗就是来自方院箱 所以你知道这里的这个 不管是沿海的生态也是非常敏感 还有一些农渔业的产业都是非常密度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风机的影响 虽然你说一支可能不像光电 好像我们光电铺设需要很大的面积 但是光电它光是一支 它影响的范围就非常大 可能是超过一个风机超过方圆500公尺 都会有影响 那那么多风机 这个环境是一个生态这么敏感的地方 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太适合 虽然我们谈到这个50支 或者是您刚刚谈到70支 其实就只是比较是在方院这个地方 而不是整个彰化对吗 主要是方院 然后还有一部分在大城 因为方院大城就是相邻的这个乡镇 主要在这两个乡镇 因为是南彰化的部分 但是其实不止只有这个方院地区 有这个风力发电的开发计划 在彰化还有其他地方 也会有类似的计划 对在大城乡 我所知道有两个 不知道的就不清楚 我们知道的有两个 所以这些开发计划 你刚刚稍微提到一下 整体来讲 对于当地的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是当地的生态 因为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在推动所谓的能源政策 或者是我们要找非核家园 那当我们看到所谓的非核家园 这样的一个政策提出 当然是很好非常重要 可是它同时也会出现 这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再生能源 或者所谓的其他所谓的绿电的政策 它会出现这些相关的争议 那这个当然两者之间 它未必是冲突的 未必是冲突 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的讨论 可是我想要针对这个所谓的风电 假设真的设了那么多只 50只也好 70只也好 甚至把大臣地区加进来 可能恐怕会非常非常庞大的数量 整体来说 对于这个彰化地区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其实在地方 大家居民最担心的就是睡眠的问题 因为其实风机它是不间断的 就是产生一些低频的噪音 那其实还有一些 还有眩影 然后那个声音机 它是24小时 一直有那个声音在 其实会造成睡眠上非常大的障碍 这是首先是居民非常担心 而且它的传播的距离 可以是很远的 那再来就是地方经济的问题 因为大家想说 盖了风机之后 地价会跌 这是地方真的是非常担心 地方地价会跌 谁要住在风机旁边 每个人都知道风机那么吵 而且会影响睡眠睡不好 没有人敢住在风机里面 地价会跌 这是居民也有提到 非常担心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讲到的产业 刚刚提到这边的农鱼产业那么密集 那风机可能就会对这些 比如说养殖的产量欠收 因为它风机的噪音 会对这些生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没有足够的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所以对当地的这么重要的 比如说畜牧产的产业 那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 所以这个是当然对当地很大的冲击 可是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社会 政府会有它的一个施政的政策思考 那当然这个施政是好 在过去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这种思维 但是民主社会它应该有很多的沟通跟讨论 那刚刚也提到的对于不管是居民也好 或是对环境也好 或是对产业也好 或是对房间也好 就是以汇金的说法 就是造成很多很多的伤害跟影响 可是我看到一些资料 我就有点好奇 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 就是这么大的这种所谓的工程进来 这么大的工程的进驻 我看到一些资料表显示说当地的居民 其实并不知道这些风电厂要进驻 那这风电厂他们有去办一些说明会吗 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这些现象的产生 这样说明会的话 他之前可能就只会发文给村里长 可能就是乡公所 然后是村里长或是乡民代表 那接下来是地方的名义代表 然后可能近期大家对 就是可能政府要求 他们开始会发文给一些关心的团体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透过公文知道的 但是你看那些住在附近的居民 如果那些名义代表 或者是村里长没有去落实去传播这个讯息 或是他只是张贴在乡公所的前面 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这些居民我们看到的很多是风机附近的居民 都不知道有这个开发案 这真的是非常荒谬 像我们最近参加的那一场陆域风机的 方圆地区陆域风机的环平会 他已经省到第三次了 然后开会的前两天 想说不然去线开一下 确认一下状况 才发现居然没有人知道 就附近这个畜牧场都不知道 风机要开发 而且他已经进到第三次了 那你们到现场去访问 然后现场的这些居民跟你们讲说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 就真的觉得非常荒谬 没有已经到第三次的审查 通常环平第三次审查 就会进到环平大会 可能就会通过的 所以他们居然居民居然完全不知道 而且风机的影响那么大 那不是像可能有些人觉得工厂还好 但是风机是那种噪音 是不间断一直持续 可能会影响睡眠 可能还有一些安全疑虑 因为风机会掉会烧或什么的 然后居然都没有人知道 就真的非常的荒谬 就是整个资讯公开 跟民众参与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落后的 在之前曾经也有另外一次的说明会 好像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在8月8号上午 这个台湾核轩绿能集团 跟经济部工业局 在这个方院的工业区服务中心 召开了一场叫做 核院风力发电一起的筹备前说明会 我也是看到一些资料 我也觉得有点有趣 就是说有人到现场去参加了 可是到现场包括 我记得你好像也去参加 然后去参加之后发现 这个会议的这个 它的标题跟实际的内容 是有一些落差的 对其实这个 我后来有再结局想一下 应该大概状况会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是寄来了一个公文通知说 要有这个说明会 然后我们就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是依照的他的开发的公司 还有他的开发的这个计划的名称 去上网搜寻 你们自己去搜寻 我们自己去搜寻 就在高属的网站看到了他们的资料 所以就有我们看到所谓他预计申请21支的这份资料 然后我们就预设他就是要这份资料要做说明 结果去现场之后他拿出了一个叫做一期只有8支的入浴风机 那后来我们去怎么就去推敲之后发现 他其实为了规避还评 因为他后来在现场的报告是不需要还评的 他只需要跟能源局申请筹设许可 然后那个程序就很简单 申请筹设许可前要召开一个说明会 然后可能就是送申请之后 可能就可以取得筹设许可 然后再来就是施工前的说明会 开完之后他就可以施工了 所以那个程序就非常的单纯 那为什么原本会在环保书网站看到他们的申请 原本他们申请21支 里面可能有一些是邻近住宅 有符合需要还评的条件 所以他们当时一次送21支 发现要还评这样子可能会 可能会拖比较久 那我把那几支 可能会 我要还评的我拿掉 我后来实际想应该是这样的回事 他就在现场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看到的网站 你们看到的资料 我们是后来有做一些调整 所以他新调整的是不需要还评的 所以他就是在做一个规避还评的一个行为 可是他们要不要还评 或者是要21支或者17支 是可以自己随便说我要拿掉 我不进来审查这样子 我不晓得他的程序或许可以吧 他可能就想说 我换了一个申请的内容 但是已经公告了 但是又去换了一个内容 对我也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网址也下架了 就是也看不到 他原本在环游署上面有看到的资料 对他就测掉说 这个不要申请 我就另外去跑一个不用还评的 所以你们 这个落差 所以对你们来讲 这些落差 不管是这个 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落差 或者是这种 刚看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的 这种风机的数量的减少的落差 那当然要还评 跟不要还评之间落差 你们当下做一个居民 或者是做一个环保团体的心情感受是什么呢 就觉得 真的是资讯非常不对等 你就是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 你不知道业者现在到底想干嘛 或是他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或是他跟政府申请的这个流程已经到哪里了 那会不会就是 他是不是可以顺利开发 我们却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或者是没有转还的机会 只能用那种 最后只能他施工的时候 大家又挡在那个挖土机前面嘛 就觉得这种感觉真的非常不好 就是已经那么久了 像院里的事件已经将近有十年前了 大家就看到院里就是发生这样 那么激烈的抗议 还有一些流血的事件 为什么到现在 大家那个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他的问题还是在 我们对安全距离的疑惑 你这样距离真的可以 就是我们真的够安全吗 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不晓得这个开发 你却可以顺利去走他的流程 就都完全没有一个进步 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还蛮难过的 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这个特别谈到月里内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整个程序上面我们不是应该是越来越民主化吗 可是在环保这件事情 即使我们有了环评会议 即使我们在环境的议题上面抗争这么多 可是你会发现好像不断的在重复过去 一直在做的事情 仿佛在这件事情上面 当然其他的在台湾的民主是有进步很多 可是在这种环境的资讯上面 公开性而言 或是公共讨论上面而言 似乎是没有太大的进步 对没有 我觉得因为主要是 我觉得政府还是在协助开发 因为只要民众参与做得越好 他的开发的程序一定会跑得越久 然后所以尤其现在又急着要所谓禁令碳排 然后要赶快把再三能源拉起来 他一定希望这个程序是更快速的 当然民众参与的这个细节就不会去顾到这个细节 越少人知道越不会有人抗议 越有机会可以开发 所以其实民主社会很重要的不是只有投票 就是有两个很重要 一个就是讨论 一个就是资讯透明 可是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环境运动的历程来看 这两个事实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改进跟进步的空间 当然其实你们也去参与了一些说明会 我们在环保署的网站上面 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片段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段 这是2023年的12月15号 方苑地区陆域风力发电开发计划环境影响说明会的 这个专案小组的第三次的出审会议 那当天有一位李国中先生的发言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一段影片 是方苑厢当地乡民 我反对陆域风机在方苑厢设立 原因如下 第一个风力发电机厂商与在地居民资讯是不对的 解封厂商在召开说明会 它也确实没有 确实的通知到在地可能被影响的居民参加 因为所以我参加很多次 几乎都是厂商人员比居民多 另外在上周12月9号我曾问过在地的畜牧业者 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 他们在的地方要设立风力发电机 所以刚刚莉莉集团说的就很有问题了 相信大家都有被蚊子影响睡眠的经验 当你在休息睡眠时 蚊子的正式声想必大家都听过 声音用仪器册一定是对环境无影响 或者是激进无影响 但它确实影响了我们 更何况是大型风机产生的低频噪音和震动 而事实上在方验汉堡社区 也有已经实际受害者为数颇多 现在正在收集资料 目前所产生的症状有失眠 神经衰落 耳鸣 而且是拥有性的伤害等状况 其情况与华国安利为同 自由时报在2021年11月9月13号 1点59分时 在网络新闻报导指出 位于法国南部福卡特夫妇 离其住家约起满影处被设立了风力发电机 因而导致他们产生了头痛心力不整 忧郁及阴线等状况 经诉讼法院审理判赔10万欧元赔偿金 另外一则国际医学期刊也有刊登 早在近10年就有记录 称之为涡轮发电机症候群 其有证据指出 其不如在低频噪音中 其可能发生的生理反应有睡眠障碍 头痛 内脏震动或潜停功能障碍 不稳耳鸣耳道不通 外耳道疼痛 记忆 感知低下和失调 烦躁 愤怒 失去活力等 单就上述就已经足以证明 陆域风机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所以陆域风机其实不适合在台湾发展 另外补充说明 立立集团的资料上面写大勺域的部分 其实那个是全国性的调查数量 不是方院的数量 方院的数量在7年前最高达到800支 但因4支风力发电机设立以后 现在仅存400一支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是方院的属鸟人 最后要请大家看一段 汉堡阿嬷的悲凉控宿 她家前面距离不到200公尺处 就有一支风力发电机 她有多痛苦你们知道吗 请你们听听她的声音 她不太是想去听她的声音 她不叫我拆 她在这个声音 她不让我拆 我叫她靠 到阴上 站在这 荒荒丘 都没有再拆 他们想跟她拆 是想跟我开死了 不是啦 我不知道,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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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託,我拜託,好嗎? 不要再太多了,我會聽到一起了。 她說我為什麼會去選她,我都不知道, 林 shallof God, I'm not going to shake them, 我會回憲。 我不是說要做了,他先回去, 就問我們十七天, 本來我在這裡也有個某件常常的。 拜託,parents,your God, 我會跟我帶呀,他不要, 我自己拜託,拜託,拜託,他接下來不len了。 今天跟你報告的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代替這些阿嬤 過來跟環境部的長官 過來跟評委大家講 這件事情 因為在台灣災難已經發生了 不是過去事 也不是未來事 而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謝謝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有Podcast頻道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讓獨立媒體可以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在台灣彰化的方願 發生的這個有關風電風機要去設置的一些事件跟爭議 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彰化環境保護聯盟的主任 吳慧君 慧君你好 大家好 我是慧君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有看到了這個 在當天的說明會上面的一個發言 那發言的先生是李國中先生 可以告訴我們他們你當時在現場聽到了什麼 或者是這些發言有什麼樣很重要的關鍵嗎 其實他們最 其實他最重視的其實是對人的這個影響 他覺得在環評會上面的 尤其是這個阿卡卡單位的簡報 其實都沒有提到對人的影響 但是因為他是在地的 方願在地的居民 他其實就已經聽到了在地的一些長輩 就有以前還蠻多的都反映他晚上會睡不好 會有睡眠障礙 而且非常就是非常痛苦都還要去吃這個安眠藥 所以是已經造成地方的這個生活品質很嚴重的這個衝擊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有風機設在那邊了 他其實目前就是有22支風機 然後是設在提案內的余溫區 就他還沒有真的進到內陸 但是他是在他但是他在提案內 提案內的余溫區 那附近有一些居民 對還是有住一些居民這樣子 OK所以這是當時 當時我們看到裡面有一個阿嬤的發言 就是在當時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而且那個阿嬤說他其實也都不太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然後就是風機蓋起來才知道怎麼我們家附近又插了一個風機 他的他就是在現場就是這樣講他說他都不曉得 然後插起來才知道 然後我記得好像有提到說 因為他一直反映他睡不好 然後他還講到他兒子早上要那麼早起來 送信都睡不好 其實真的很可怕很辛苦的 然後還有我記得在現場 那可能片段沒有錄進去 但是有提到說業者有幫他們加裝了什麼 氣密窗然後防止眩影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 我好好的住在這裡 我還因為你蓋了一個風機 我還不能開窗嗎 而且那個那個氣密窗 真的可以對這個低頻噪音的減輕的效果有多少 其實也不知道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因為他還是受這個困擾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真的蓋起來之後 你要怎麼要求他拿掉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救濟的途徑 其實真的我們有想說是不是要找那個 找律師幫他們打一下官司 因為國外其實是有案例 像那個郭忠就有提到在法國 他是那個住戶是一個夫妻 他距離風機是700公尺 然後他就也是有一些睡眠的障礙 後來打了官司之後就贏了 他們就是說搬離那個地方之後 他的睡眠障礙都消失了 所以其實當地的居民最能夠去了解這個風機 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實際上就發生的 其實也不用去做什麼實驗 就是人家實際上身體就是有這樣的反應 不只是一般的民眾 其實在一些資料上看到說漢堡村的村長 其實那個鄭村長他其實也曾經多次反映這個風力的發電 在村裡面造成的影響 那村長他自己的感受經驗又是怎麼樣 因為他因為我剛剛講那22隻最初等於算是有點開始被入侵到提案內的那22隻他是在漁溫上 那他們遇到風機最最顯著的其實就是機座機艙會漏油漏油因為他裡面會有一些 機艙會漏油對就他那個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可能故障的時候會是什麼情況會漏油然後就會漏到漁溫漁溫裡面 然後因為其實他們漁溫渠或是漁溫 他對那個水質的要求都是很很嚴就是是很高的 有一些污染的話可能就會造成大量死亡 那油污本來就是一個污染源 所以他們在地方就會有發生一些漏油的狀況 但是其實架設這些不需要避開漁溫嗎 就沒有這個沒有這個要求而且沒有這個要求 但是這個這個其實你不是那個風在轉然後震動 對 這魚應該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吧 這不是一個很基本的嘗試避開漁溫 他不需要環瓶 嗯 你說什麼 他不需要環瓶 不需要環瓶 不需要環瓶的時候什麼開發都會發生 哦 對 因為他 這是我對嘗試啊 不是嗎 對 都不要講漏油光是那個一直在那邊震動 然後那個風 然後吹的魚 那個魚怎麼活下去我都覺得很好奇 還有不知道一些震動 對啊會有一些震動 他也提到說他那個那個密度有多高 就是我後來去看他是大概兩公里內有14隻 然後每一隻的距離只有兩三百公尺 嗯 然後寬度是很窄的 所以他是一個在一個很很小的面積裡面 插了非常多的風機 然後密度非常的高 嗯 對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文革養殖 好像收成明顯下降的狀況 嗯 然後這是很困很困難的是 你要怎麼到這些居民去舉證說 或者是這些漁溫族去舉證說 這個是你的風機造成我 啊 是欠收 嗯 他們沒有辦法舉證 所以他們遇到一些問題就是譬如說 我有這漁污那個油污的問題 然後葉子還會說 這個油不是我造成的 嗯 然後他們就是 旁邊有其他的類似工廠 或是類似這種積蓄會造成油 沒有 沒有 然後他就是不是我 對 那真的很難舉證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別人倒進去 他才會這樣子講嗎 對 就是我真的問題非常的多啊 嗯 對啊 嗯 這其實是不是就你在這個說明會裡面 這個 這個會裡面提到我覺得 有八個字實在是非常的經典 叫做上面風機下面光電 哦 那個是那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還是另外一個 所以有地方真的有風機跟光電一起在那個地方 裡面 這個就是 呃 我剛剛講的那個蓋好了嗎 另外是我們現在講到這個 上次我們參加環評會就是 嗯 方苑地區入獄風機開發計畫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有一部分 他是呃 有一部分是在題外內的養殖專業區 嗯 然後是他叫做永新 呃 永新專業區 然後那裡也是被認定是魚電共生的示範廠 所以現在魚電共生的廠商也在 進行他的呃程序中就跟地方的溝通 嗯 所以他們的牆子是就是重疊的 嗯 所以會變成上面風機 那邊光電 他的開發的位置是在同一個區塊的 嗯 但是我可以看到環評居然也就是沒有 這方面的評估 嗯 那你剛剛在環評一直講的說什麼啊 生態補償啊 怎麼樣去讓不要減少對這個鳥類的衝擊啊 要那個什麼風機的間距要變大啊 但他沒有考慮到我之後下面鋪了光電之後 那你接下來你原本的這個所謂的 生態的補償是減少生態衝擊的評估 完全沒有考慮接下來下面鋪的光電 那你這個環評怎麼是假的嗎 嗯 你到時候怎麼去弱勢 你沒辦法弱勢啊 嗯 這真的非常荒謬的一個狀況 嗯 不過我覺得有些聽起來我們當然不是環境的專家 我都覺得有些是嘗試啊 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 那對於光是那個機具插在那邊 就可能會對那個地方的生態影響就很大 那更何況可能剛談到這個風機的運轉啊 或者是剛剛看到的這個呃光電板的這個試作 光電板試作當然也引起了很多的這種質疑跟討論啊 其實我覺得這從一個嘗試判斷來講都是覺得 哎怎麼可能會放在一起台灣的工程 台灣的這一種綠能實在是太厲害了嘛 其實這就可以看到環評其實有時候是蠻荒謬的 因為我看其實如果我們那時候沒有去參加環評會 提出這個問題我想環評委員 不知道下面有光電示範 雨電工程示範很長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會覺得很荒謬 因為這個正在進行中的應該地方政府會知道啊 那他去參加環評的時候 他不用提出來嗎 嗯就是如果沒有環保團體去參與 那這東西是不是就完全不會被討論了 嗯嗯 對啊會覺得很荒謬的狀況 嗯 剛剛也談到這個地方有很多的這種呃 雞蛋的生產 那事實上在剛剛也提到在彰化這個地方是有很多的畜牧業 我們提到了他對人體的影響 可能對於餘溫的影響 那對畜牧業會有要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其實呃 台灣都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啊 所以是大概看了一下國外有提到的 有提到說呃可能距離風機越近 像牛乳的產量會減少 然後甚至綿羊的繁殖力會下降 還看到有呃 風機密度越高 小羊的存活率會下降 也減少懷孕的可能性 就是會對未來的繁殖是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甚至也看過有提到說 有鵝肉啊豬肉的品質下降的 所以其實 因為風機他就是一個干擾源 然後動物有時候是很敏感的 而且那個干擾源是20小時不間斷的 我就完全可以想像他會對虛木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然後這也是很誇張的是在環評裡面 居然完全沒有討論到 就我們去之前他完全沒有環評委員 完全沒有討論到風機對虛木場的影響 然後我就看了這個 這屆環評委員的名單裡面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哺乳類專家 就可能他們對這東西也不熟 然後尤其是環評會如果沒有在地的像我們環保團體 有去實際去顯堪去了解當地的環境 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環評委員可能完全沒有討論到 他們在過去的好幾次的會議裡面討論的 都還是用心餘溫的就是對鳥類的影響 他完全沒有看到內陸這三隻農地風機附近 居然有那麼多的畜牧場 因為現在法規是方圓500公尺內要進行環評 那我就好我就看方圓500公尺內有什麼 我是大概抓了有三隻內陸的風機 他居然就方圓500公尺內就有20 將近21座的這個畜牧場 所以密度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這會對地方的產業經濟造成很大的嚴重的衝擊 你剛剛在整個的這樣訪談裡面 對環評委員是有蠻嚴重的批評 就是簡單講說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真的這個事情讓我很好奇 就是那他們看的資料是從哪裡來 那作為一個環保團體都會去線勘的 他們會去線勘嗎 然後他們在環評委員當中 當然我們會看到廠商會說明 然後地方政府會說明 開發單位說明 然後這個居民會說明 那他怎麼去了解這些不同的意見 他又如何去判斷 哪些意見他才是真的 因為如果沒有一些科學的調查 沒有到現場去了解 光是在現場裡面 他可能就會變成是一種各說各話 但是真的那麼廢嗎 就是說 好像我們認為是嘗試的東西應該要知道 好像這些東西本來就長在那裡應該要知道 可是你告訴我們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的整個程序是什麼啊 為什麼會出現你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 業者會寫一份這個環境影響說明書嘛 那業者一定寫出來的東西是 對他們是有利的啦 對他們是有利 或是減少他們未來要做更多評估的 這個困擾或是麻煩 所以環評委員看的就是這個資本上面 他們什麼時候會去安排線勘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顯然是沒有嘛 因為已經省到第三次了 而且甚至之前都已經進入環評大會了 是因為他這個真的當時他設的太多支了 然後有被要求進到二階 因為進到二階可能就會有更詳細的評估 就是進到二階他又要有一些範疇界定 哪些東西要更深入的評估 那業者不想要花這個時間 所以他就自己自己減少了很多步 然後要闖關 然後環評會當時也就是翻案說 就免進入環評 免進入二階啦 就在補證送專案小組去審就這樣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看的那個 書面的資料 然後其實環評委員真的有很認真在看那些 那些書面的東西嗎 我也是很懷疑的 搞不好沒有我們環保團體認真都是有可能 不過他現在已經沒有進入到 直接進入到二階的環評 而是退回到專案小組的去審查 也就是說你們那一次的這個 這個環評的會議 這些說明的會議當中 事實上是某種程度上面阻止的 這個案子再繼續往前 我們上次去參加 確實 因為有很多新的 像我剛剛講的 之前的評估 完全沒有提到 這個內陸畜牧業的影響 那我們這一次 去了之後 有 因為我們就 我那時候就是聽到說 居民都不知道 我就趕快跟他們講說 不行 你們一定要有人上來 表達說你們完全不知情 而且會對 對畜牧場的影響那麼大 然後所以有地方居民去表達意見 然後也有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也有call out 線上call out 就找了一些人 不能來你就線上call out 然後我們也提出一些資料 那所以這一次就 因為通常啊 第三 通常第三次審查就會 進入環評可能就會通過 機會非常高 大概會省那麼多 然後真的是因為有 在地居民的參與 這次環評提出一些新的資訊 那環評委員這次 他的第三次的審查會議結論 就有提到說要求業者評估 把內陸的三支刪除的可能性 然後包含加入了一些畜牧業影響的評估 放進去 所以等於是 對啊算是阻止他繼續往前 讓他去不增再神 然後增加他一些開發的一些困難度這樣子 嗯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環評好像也不是全然沒有用啊 就是環評至少在這個時候就聽了 其實就是我們也只有這個途徑可以 可以帶來一些改變 也不是只有這個途徑 要不然就是最後再出來抗爭 對啊就是又要激烈的抗爭啊 但是這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啊 對我常常覺得這個其實是很沒有必要的 就是有時候你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了解狀況可以做就可以做 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 那如果要做有什麼樣的真正可以改善的方法 那大家就一起來討論 然後他其實不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 或者是說他不是不可能去避免那些可能的危害 那他一樣有可能有機會繼續做 但是有時候就是前面的溝通都完全沒有 或是那個非常的這種粗糙 所以你反而後面造成的抗爭 你讓國家花出的成本是更高的 我這時候覺得不知道 我們到底在想什麼 對人民的不信任吧我覺得 是就想說 我就覺得之前這個開發都讓我覺得很可怕 如果我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有這個審查會議 然後沒有去線刊 我們如果不曉得地方居民不知道 如果我們不曉得原來那邊那麼多畜牧場 這個環評會可能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評估就通過了 就會覺得非常的荒謬非常可怕 對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也看到環評的角色或是開發單位的這些角色 還有包括民眾的一些意見跟想法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也應該對這件事情 可能會有一些思考跟討論吧 我不知道彰化縣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上次好像沒有聽到 他們好像沒有特別發言 好像方圆相公所可能就有提到 地方有這些的疑慮 就要大家在 好像就要求 業者要再做更多的資訊公開跟民眾參與 這樣溝通吧 所以並沒有明確的一個自己的態度是什麼嗎 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對啊 因為他可能會比很多的環評委員 更了解地方的一些生態啊 產業啊 跟民眾的需求 那即使他不一定要站在反對的立場 可是提供一些足夠的資訊 或者是去協助這個環評會議 有更基礎的資料 我覺得這樣的話 應該是想說各個地方政府 他都應該可以去做的事情 對其實他有這個責任 那其實西部的這個沿海 其實也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其實也不是太有趣 這有點悲傷 就是離岸也封擊 然後陸地也封擊 那有人說 劃射濕地來做某種的這種保護的作用 就是劃射濕地 是不是可以產生的某種的保護作用呢 這是不是地方政府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單位 可以去做的一種方法 嗯 其實劃射濕地的話 他保護的範圍其實就還是在潮尖濕 然後當然他還是會有一些保護的作用 因為現在這個需要環評的這個法規的條件 他有一個就是位在重要施地 所以就是只要位在重要施地 就是只要一支他就是需要環評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至少像我們剛剛看到 我剛剛講到的提案內有22支 然後在餘溫上面 你會覺得 這樣子不會對環境造成一樣 因為他不需要評估 所以他就很順利的就開發完成 所以至少讓他有一個需要環評的一個階段 還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在評估上如果賦予他重要施地的這個身份 在我想在這個生態保育的這個評估上 環評委員應該也會更嚴謹 所以他還是有他的很重要的意義在 只是他但他保護的範圍就是在潮尖濕 然後內陸是內陸就沒有辦法 就他還是以目前的法規這樣進行 可是如果這個風機他是勢在必行 或者是某種他的確是可以解決某種台灣的環境的壓 這個能源的壓力 你覺得怎麼樣一種設置的方法 或是從你們的角度來講 他有一種共存的可能性嗎 或者是他有什麼樣的規範 可以讓他是可以設置這個風機 同時又能夠避免當談到這些問題 還是說他其實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在這個地方他根本就不應該去設置風機 其實選址啊選址真的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選址的條件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來討論 比如說所謂的安全距離 因為目前台灣的規範是風機距離 建築物500公尺以下要緩評 他不是禁止劃設 他是要緩評 但是其實像我看英國的規定 他甚至是看這個風機的高度 因為其實現在風機真的越做越大支 大概在十幾年前風機一直是2.3MW 現在新的兩年前的已經3.4MW 然後最近的開發案 他已經提到一直要6MW 基本是已經兩倍以上 所以你風機越大 你的那個影響是越大的 所以在英國的這個規範 他是用風機的高度來決定我需要多遠的距離 然後他的距離是1到3公里遠 是真的非常的遠 因為就是避免一些 就是等於是預防的角度 避免一些風險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就是在十幾年前 越你反風機那時候 大家就在談安全距離 到底要多少 結果現在還是在談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非常重要 因為你這個 大家沒有一個共識 而且現在 它又不是禁止化 設施只需要環評 那你造成的地方的衝擊一定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民眾參與 跟資訊公開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現在能夠做到我方圓500公尺內 每一個住户都通知 大家如果都同意 大家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其實我們也沒有權利說你不可以 因為如果你們自己願意承擔風險 你覺得風電很重要 然後每個人都覺得我可以承受這個風險 那就做 我們真的也沒有權利說你不行 所以民眾參與跟資訊公開 如果能夠真的去落實的話 我覺得就是都可以啊都有可能性 沒有說一定不行 但是台灣真的地下人仇 其實真的是不太容易 但是基本的這種所謂的法規規範 是不是也應該有一些客觀性的數據跟條件 例如說剛剛談到的風機距離 這其實也是讓我覺得很疑惑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大家都提出來 那現在沒有任何風機距離的這種規範嗎 還是說這個規範事實上 並不符合真正的這個生活上面的條件 因為它的規範它不是禁止化 它只是需要環評 但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剛剛就看到說 就是業者開說明會 居民都不知道 進到環評審查第三次 居民還是不知道 所以你雖然有這個 500公尺以下要環評的這個條件 但是你的資訊公開根本不足啊 民眾參與根本不足啊 那如果我們沒有去參加那個環評會議 那500公尺以下居民 真的就能夠承擔這個風險嗎 或是環評會議 你真的能夠承擔說 你這500公尺範圍內的影響 真的不會造成人家生 就是生生命 或是人人生的這個威脅嗎 或是生活品質下降 你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給人家一個保證 對啊 我自己蠻好奇的 就是說 那會不會造成影響 他某種程度應該也是一種科學的 應該有些科學的根據 那500公尺以下環評 然後大家都覺得好 那大家就做好了嗎 這個當然是從民眾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好嘛 對不對 反正我願意承受 那就是這樣 可是從一個政府照顧人民 或是政府照顧生態的角度 在國外是什麼定的啊 就是 難道就是感覺是500公尺 大家好就好 那可是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這裡 這個風機的確會造成傷害 然後造成人的精神上面 或是身體上面的這種損失 政府也要做這件事情嗎 這個是讓我覺得很好奇 是我們比較寬鬆還是 還是其實世界各國都是用這種 比較民主的方法來決定 其實有些國家 他就是應該就是 他就是範圍內就是禁止設置 我覺得其實這還是比較合理 就是以一個保護人民安全 或者是財產安全的角度 其實你就是把那個禁止設置的 紅線區就是講出來 就是說大家如果 以科學的角度來看500公尺 是一個相對安全 那你500公尺內就不要 就是禁止劃色 那你業者去找 然後可能700公尺以內在進行緩評 我覺得這種好像也 大家都可以討論 我覺得這好像也比較合理一點 我覺得那個禁設區還是要趕快出來 不然真的對地方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說嗎 就是其實我們跟其他國家的 比起來是一個相對比較寬鬆的 可是即使是比較寬鬆的這種政策 他連最基本的民主程序跟公開透明都做不到 是而且做得非常的差 真的是非常的差 因為風機的影響那麼大 然後我覺得居民不知道真的是非常的荒謬 然後我們有聽到有這個前輩他長期住在加拿大 他就是跟我們講說 因為他在那邊參與過他們的一些公廷會 他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也是一直不斷跟我們分享 他們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有一條街他要改成自行車道 那原本的車子就會一流到旁邊兩三條街 所以他會通知這一條街要改自行車道 旁邊的兩三條街的每一個住戶 就告訴他們說要做這個改變 然後他們就會開一個類似公廷會或說明會 讓大家來參與 他是每一個都通知到 這台灣根本完全做不到 也不會去要求業者做這件事情 但其實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那我們就只是發文給村里長 鄉公所村民代表 可能也沒有代表 他可能就相待會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不會做不到 因為疫情的時候 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通知 都是做得到的不是嗎 對 所以其實這是 政府有沒有去強力要求業者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也是業者的責任 就是你要開發 那你就要讓人家知道 你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你就要減少對別人的衝擊 就是你要賺錢 你去賺但是你不要影響到別人 我們就是這樣講 對啊 OK今天非常謝謝惠君 來告訴我們在彰化方院 這邊發生的事情 我想這也不是只有在彰化方院 這個風機或是這些綠人 我們都是很贊成的 這些再生我們都很贊成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細節必須要去處理 特別是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資訊透明跟對話溝通 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我們屢屢在這些有關於這些環保的環境的問題上面 我想也不是人民一定會反對 而是我們連談連表達的機會恐怕都沒有 那這個當然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要的一個樣貌 非常謝謝惠君的這個分享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 拜拜